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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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首先此頻道的訂閱數 終於到達了1000個訂閱了 好多謝一直以來看我的影片 支持我的一些觀眾 如果你是剛剛新加入這個頻道 看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看得開心 嘩 有點熱啊 好啦 接下來的環節就是Q&A 鑑於近日的留言就比較多了 所以我就打算 隨機抽選一些的留言出來 作出一個回應 所以就馬上開始了 正啊 我覺得你的名字正點 鑰匙人 你是用什麼拍片? 你猜一下 下一個 用什麼拍片啊 師兄 其實是GoPro 你的口罩 我的口罩怎樣 你的口罩很薄 其實我是有正規的 這隻口罩的 所以就 不需要擔心說我的口罩太薄 擔心我出街的安危 師兄我想看你拿踩的屁股 應該很結實 咦? 玩TT 我暫時都是鍾情於這個公路車 就是這樣 什麼時候粉絲見面會? 嘩 有8個讚啊 這個 考慮到這個天時地理人和集合完 這個元素就會 自然會有 趕? 趕? 你的意思是不是 嘩 我說這個字 說得不正 我想應該是這樣 疊殺 尤其是油疊的 刹車效能很高 如果經常落車 建議換一套另外冰碟散熱 效能有效提升 最後謝謝你的落車分享 不用多謝 疊殺尤其是落油的那隻 我知道那個制動是會好一點的 不過 如果說要換的話 首先你要有個疊殺 你要買疊殺 但是如果疊殺的話 你的連結又要換一個 是可以裝到疊殺的連結 而你有那對連結 你又要考慮你的車架 車架又要換一個 可以裝到疊殺的連結 那就是等於是 不是單單只是換一個疊殺 是要整架車一起換的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 MoneyMoneyMoney 哈哈 混蛋 我想問改宗族有什麼好處 就會莫名其妙地輕腳了 還有 如果你用手轉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會真的滑一點 會轉得久一點 還有 感覺會順暢一點 青蛙燈認真沒有任何用 別交自相稅好嗎 要買就買 功率400以上的前車燈別貪小便宜 是時候洗筋了 筋的意思我想是指洗車吧 洗車的話我定期其實都有洗一下車 很少有這些單車的常科 看了幾條片很有趣 邊踩邊講好 有代入感繼續拍 哈哈 謝謝 我想問現在這個時候 踩單車戴不戴口罩好 我覺得這件事就很見仁見智 要看自己怎麼想 但是如果真的踩單車戴口罩的話 就有幾點要注意 我想很多人都可能 戴完口罩飲水的時候 直接拉下來就這樣喝的 但是其實你的口罩作用就是為了阻隔病毒 病毒可能會擋住在口罩的外層 如果你這樣拉下來 即是代表你的手可能會直接接觸到病毒 又或者是 然後你又碰上你的車 然後你的病毒又去了你的車 又或者你喝水的時候 病毒又會流到你的口罩 所以有一件事要注意的是 你戴了口罩就不應該這樣拉下來 我覺得這個就不太好 如果看到有些人踩單車會拉下來喝水 其實你這樣反而好像 戴了好像如果真的有東西的話 就好像沒有戴這樣 所以就要注意 二番 可不可以用消毒火酒清潔單車 會不會弄傷一輛車 消毒火酒是一樣清潔非常有效的用品 但是單車的廠商沒有建議說 用消毒火酒清潔單車 而是建議用一些單車相關的清潔用品去清潔單車的話 我想它是 有它的理由 其中一個理由我就想是 單車用品以外的一些用品 如果用來清潔單車是有機會傷到車架 所以我就覺得 最好不要這樣做 其實想知道單車入了高速會怎樣 高速的意思是高速公路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進去一次 不過你試了之後 不要說是我說的 說笑而已 其實不要這樣做 因為入了高速 它法例規定是單車不會入高速的 所以就是這樣 用過公路車推上大佛的話 就會很想剩下 3x10的26吋炭甲曼粉來用 如果我自己的話 一段斜路我修煉了很久 都真的沒有辦法可以一腳上去要推車的話 那就證明我的極限就已經來到這裡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也不會說特意換車 這個是我自己 但是如果真的說換車的話 純粹是想換一下一些新的口味 想試一下一些不同的感覺 不會說是為了速度而去換車 而且我自己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飆速摘欄 看到你的頭像 我就知道你是粉絲了 蛤 Are you right No 我個人認為平時就不會有脫鏈出現 出現是因為那個最大速 想表達的意思就是 脫鏈會出現是因為變速器調得不夠準 其實這個真的要自標自本 很短的如果駕車經常脫鏈的話 真的要去調教準一點的變速器 我被人撞到波腳螺絲鬆了 要回家才弄到在上水踩著的壞車 翻第一城很辛苦 所以這個經歷就教你 記得帶個六個時 六個時真的可以隨時救你一命 如果比了我在媽橋爆炸 我會去馬鞍山哥便搭的士 回家或者去附近單車店你身住上水 我想大部份的人都是這樣做 我上次在媽橋爆炸 其實時間已經很晚了 單車店就收了 還有我沒有帶錢出來 所以我都沒有搭車的選擇 不過就算我有錢 我想我都不會去單車店 又或者是搭車 因為搭車的話 首先我要拿一筆錢出來搭車 搭完車之後 我又要再額外買一條內輪和外輪 所以合起來的錢 是真的需要不少的錢 至於直接去單車店 可以買一條外輪換 我覺得單車店和網上的一條輪的價錢 比較的話 我自己就不太接受得到 所以我最終我都會是 不如不是真的太遠的話 我都會推車 如果在媽橋附近的話 我自己都勉強可以接受得到 梅子林對新手幾好玩 第一次上到很有成功感 不過落斜要 小心對頭斜 同意不能再多 師兄你上斜方法有怎樣浪費力量 在手上其實上斜 手真的不要用力 嘗試練習 單手上斜 甚至單止上控制方向上斜 把力量存放 左腳上 把力量存放在腳上 我想你的意思是這樣 我先回應你前半部分 這個留言是我去踩張樹炭 即是1比5 那條斜路的留言來 而我去踩的時候 我的手的確是比較用力 而你說的事我也明白 但是當一個人到達了臨界點的話 是沒辦法可以很自如地做到一些自己想做到的事 假設可能有一個人他踩一段很爛的斜路 他踩的時候就走S型這樣上 但明明直上一定是有效率過S字型 但為什麼他都要S字型呢 就是因為那段路很難 對他來說超越了極限 所以他很勉強才可以這樣上去 而我那時候就是同樣的情況 一段1比5的斜路 其實對我來說真的很難 其實拍片沒有分勁還是不勁 拍打機片那些很多都絕對不是打機勁的人 其實拍片無論你是拍什麼類型都好 都會預料是有不同類型的人會接觸到你的片 接觸到你的片之後就會有不同的評論 所以有好有壞其實都預料了 那就多謝你的支持 加上車速看得更爽 車速的意思是加一個當時的速度 顯示在畫面上 這個我也想過的 不過就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所以就因為要需要更加多的時間 暫時沒辦法做到 踩車要型其實是9.9人0.1分車 有時見到穿Teams街環髮黃衣XXL 踩PandaRero配炭刀的阿叔真是… 利身尊重大家打扮和外車外隊 但大家平時飲食都要健康些 個人fit些 踩車都型些 另外大家選衣服 選貼身些會靚仔些 我就覺得是… 在香港生活的話 如果你出來工作了 其實有些工作的工時是很長 還有你一星期可能是要翻足6天 如果你是翻那些很辛苦的工 例如是一些體力勞動的 是很辛苦的工 難聽說真的做到整隻狗的工 一個星期你終於有工一日假的話 你是不會想出去踩單車的 你不要說真的要出去減肥 你出去樓下可能叫你買少許東西 你都可能不會想買的 因為真的很累的 這個不單是踩單車 其實有很多人很多的興趣 就是因為他的事業 他的工作就要犧牲他的興趣 這個就是不少香港人的一個情況 而你不停去工作 不停去努力向你的事業去發奮的話 你自然會賺到一些錢 你自然可能會把你的資金 去投放到你的單車的一些裝備 一些單車去慰勞一下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之正常的情況 自己的人生不可以是所有東西都是興趣 有沒有踩過上馬安山郊野公園 嗯...很快你會知道 師兄有機會試一試奧景路 有機會會試一下 會不會拍一次大步上大帽波波波 時機成熟的時候自然會有的了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踩去清水灣 清水灣在哪裡啊 這個地方我都沒想過 有機會的話我都會去踩去試一下 首先我覺得鹿頸一點都不老少咸 而見過很多踩貢向單車的踩進去險象環身 不靠左上車不夠力左搖又擺經常有 首先我回應了老少咸兒這一點 其實除了這個留言之外 還有其他留言都說 喂!鹿頸根本就不老少咸兒的喔 那我一開始是... 其實我講老少咸兒想表達的意思是 我去踩鹿頸的時候 我是見到一些年紀比較輕的車手 可能只有十幾歲 可能是跟車隊 也可能是自己去那裡踩 也有些年紀比較大的 那就一定有的啦 所以我見到的年齡層 是比較廣闊 比較廣 所以老少咸兒 我想表達的意思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我想某部份的觀眾就覺得 哇!老少咸兒 等一下有個小朋友 他沒什麼經驗的 就是因為你說老少 有個少字 即是沒問題 你講這句 好像很輕鬆的 那段路 等一下走了去踩 他又沒什麼經驗 這樣很危險的嘛 但是我本身是想著 就一個年紀小的 其實都可以代表他有經驗 又或者沒有經驗的 年紀小可能 他八九歲踩單車 踩到十五十六歲的 其實他都很小的 但是他可能已經是很有經驗啦 一個大人的 他可能二十幾三十幾歲 但是他剛剛才踩公路車 剛剛才踩單車 但是他是一個新手來的 也都不代表是適合下馬路 所以年齡和經驗未必是成一個正比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會自己懂得判斷 要不應該落馬路 不過始終我說老少咸的確是有 給各位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這個是我不對 這個是我用詞不當 以及解釋得不夠清楚 所以之後都會注意 好了之後就是400米斜路落斜 暗示自己會照衝下去真是教壞人 先不說400米一件事先啦 其實一個拍片的人士 在鏡頭前面有很多東西 都不可以說到這麼直 說到這麼白 所以只可以用另外一個表達的方式 來告訴大家 所以其實都已經不可以說是暗示了 已經是擺明是告訴大家 其實我其他片都是這樣 例如說前面那裡有塊牌 是需要推車的 是單車徑 這個要推車的 之後又要推車 之後又要推車 那我會 又或者是踩踩單車徑的 這條單車更沒了 但是馬路又很危險喔 旁邊有條行人路可以到達你想去的地方 那我又會在行人路上 所以說會教壞人呢 這個我又沒有什麼好解釋啦 因為就好像說了一句粗口 有些人覺得說粗口 有誰不說粗口 有些人會覺得 喂 你說粗口很粗俗 我都真的沒辦法 因為這個就是我踩單車的風格 以及拍片的風格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好解釋啦 之後說進去龍尾那段 還有單車徑的地方已經踩了出馬路 有些觀眾可能不知道什麼是龍尾啦 龍尾是大尾督最後那段 可以理解為叫龍尾啦 那時候我踩到其實已經進去大尾督了 那邊已經有一間間的小屋可以租車的 那我就是高個位呢 就有很多的人在租車啊 橫車啊 有些就不是踩單車 在那邊走啊 有些就聊電話那些 那就塞住了 那邊中間還有一些黃色的香呢 大家知道的啦 那些人很喜歡停在那些中間的位置過不了的嘛 那我就自己就... 因為沒辦法了 所以我就下車 就推上行人路 就下去馬路那裡 那裡 其實最後那段都是差300米左右 如果那300米單車徑 我沒踩完它就下馬路 就真的要這樣算的話 那我都... 始終真的不對的 因為旁邊真的有條單車徑 那我又下了馬路 不過我覺得下馬路 我自己那時候 其實車又不是說真的很多 還有我又真的靠一邊釀車的話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沒問題啦 那我想你的看法是 無論你那裡差多少米也好 發生什麼事 什麼原因什麼理由也好 總之有條單車徑 就應該踩完它才去下馬路 我想可能是這樣啦 那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始終我真的不對的 因為旁邊有條單車徑 我又真的下了馬路 但是真的要這樣算的話 其實我想有一件事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就是大尾督如果踩到想進去綠頸 你推呢 推車不止是推400米 你至少是... 可能要推500米的 因為它法律規定是... 單車...附近有單車徑 不能下馬路踩的嘛 那就是不代表你條單車徑斷了 就可以踩馬路 條單車徑斷了之後呢 其實你是要... 沿這個行人路推車 推去400米那裡 推了400米的底 再推車推上去400米 即是其實你合起來 是要推500米咯 其實下馬路踩單車 我覺得自己都算是遵守規矩的了 下去馬路踩單車 即是如果後面是有車來的 我是會馬上去一旁 讓車先啦 又或者是如果人家在後面 但是他不知道是否切線好的話 我會幫對方看 前面有沒有彎位啊 對面有沒有車來的 如果沒有他有安全 我會打手勢 視意給對方聽 安全 讓對方這樣過 其實真的覺得自己是真的做到足的了 是時候說下一條問題了 這條問題討論得太過深入了 我已經差不多到尾聲了 我真的很喜歡你的叫聲 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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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不用那麼大聲啦 好啦 那今天的Q&A就來到這裡了 哇真的說到聲音都沙了 歡迎各位繼續留言啦 那我們又下條影片再見啦